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爆炸发生在当天16点42分左右 随着一声巨响 该居民楼的一楼外墙突然鼓出并断裂 从墙体缝隙中明显可以看到楼内爆炸的火光 另外 外墙裂开之前 该居民楼外也有火光闪烁 一次爆炸可能不止发生一次 当地网民爆料 周边都听到爆炸的巨响 有村民说是煤气罐发生爆炸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煤气罐 还有村民说 当地每隔几个月就发生一起煤气罐爆炸 怀疑官方监管不严 煤气罐可能不合格 也有网民怀疑 煤气罐是否有这么大的威力 是不是其他爆炸物 还有人怀疑 到底是事故还是人为 有媒体的脑子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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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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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